吃点好饱呀 完了 吃香烟就完了 好几天不见我了 能不能说点好的呀 你看看你现在啊 完全是一副家庭主妇的样子 当初我霍远式英雄 在几百个漫画家里面 把你挑出来的灵气 已经荡然无存了 你说什么呢 咱俩不就是第一考班的同学吗 你好歹配合一下 别那么现实 丸子 前天公欧带我去了 千初和时迪的订婚典礼 什么 你去了 你这么大的事 你怎么没跟我说呀 我真的是去了以后 才想明白了很多事 我原来对很多事情 都抱有太美好 太 太好的幻想了 原来我对自己 对漫画 对爱情 都盲目自信 盲目期待 你也不能这么说吧 我正好是躲在公欧家的这几天 想明白了这些事 你说得对 我不能总躲在公欧家给他做饭 说好听点我是帮他 说不好听的 我就是在做他的米虫 所以你是想 所以我是想 找个好工作 赚钱养活自己 找工作呀 找工作我这倒是有 但是你一个学画画专业的 总不能去干那些粗活累活吧 我无所谓 什么粗活累活 我都能干 只要能养活自己 我这次来 不是来帮你找工作的 我的本应是想让你重新画画 可是丸子 我想了一下 我可能真的不具备通过画画 能养活自己的资本 我原来觉得我那个漫画 无论从漫画角度 还是情感角度 它都是很有价值的 可是现实呢 它却一文不值 所以原来我真的太天真了 都这么大人了 卡里都没点积蓄 你也别这么想 不过你放心 我肯定不会放弃画画的 为了赚足生活地堡 为了重拾我的漫画梦想 什么脏活累活我都愿意坚持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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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